以前小时候常吃的 说了过年 谁都不吃这个 这个放地瓜 对 鸡董配料 地瓜 大枣 还有红豆 大部分料呢 都是从老家弄过来 那不是很麻烦吗 对啊 我们这边不行吗 我们老家做出来有那个味道 这是以前你们小时候过年的这东西吧 对 都是我们以前小时候常吃的 家家都会做的 老年老 放的小时候它不甜 就那么先煮的就行了 要一个多小时 大黄米面 再放的肥面 这下面有什么老家的 三中有 哎 您三中哪里的 三中盒子 您去三中能吃三中的美食 对 叫醒发吧 叫它醒发一会儿 醒发会更软 把这个方便盖一下 够够了 等它冷一冷 冷凉了之后把它弄成一样 三中的年豆包跟东北年豆包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 小的时候做年豆包 这个馅刚做出来的时候 一人一碗抱着拿勺子挖着吃 当你们的桃年代回忆了 对 现在在下面给吃到最佳的味道 其实我当时把父母接过来开这个店 也是有这个想法 在我们那边错了过年 全大家都不吃这个 挺麻烦 店的我是经常做这个 得做100多个到200个吧 哇 这一个卖多少 这一个卖三块 太经济实惠了 你看好像窝窝头 对 窝窝头就是这么蒸的 等下蒸熟 跟蒸馒头一样 对 给蒸馒头蒸熟它就行了 要蒸多久呢 16分钟 哇 早晨会很容易 直接吃的 你一定要吃 三中的年豆包 跟东北的年豆包是不一样的 皮就不一样 东北年包它是果子粉就割起来 它直接割起 感觉那个窝窝头比窝头更多一点 这个皮有点甜 有点热热的 不是很甜 确实它的皮 有一个特殊的香味 它这个香味有说不出什么 很黏很肉 里面店是沙沙绵绵的 很绵密